好 那在這裡呢 我準備了一個用膠囊做的飛彈 然後有BOX做的翅膀 翅膀有做了Animation 讓它在0到15會展開 當然這上面也可以給材質 不過我現在就不管 給材質以後它當然就可以全部都 連動到Particle Flow 好 那這是我的Particle Flow 就是剛剛那一個 也需要帶Google Cashroom給同學 好 那 然後呢首先第一個 我要發射我自己的這一個分子 SHIP 自換 我現在需要換掉換成 SHIP Instance SHIP Instance 替換 那這些後面Event先關掉 這個燈泡可以關Event 暫時關閉它的作用 它現在就沒有作用 如果你是點這一個符號 是關Operator 或關Test 就是關單一的運算 那關這個是關掉整個Event 我先把它關掉 我們只看這個部分 好 那我現在要發射的是 SHIP Instance 但是目前沒有東西 所以你要Pick它 Pick它的時候要告訴它呢 它包含它的Child 好 就是物體 就是物體跟它的子物件一起進來 好 那現在呢 就會發射這個樣子 我看一下 應該是 然後Animation Shape 模型會動 Groove Member 應該是第一個選項 Groove Member 所有東西都要進來 然後你現在有看到有沒有 飛蛋飛出去的時候 開始翅膀一個一個展開 一個一個展開 但是有個缺點 現在有個問題 後面飛出來的 一出來就展開 因為這個動畫呢 從一開頭就開始播了 發射的時候就開始播放 好 所以這邊要找到 這個是如果你模型有貼圖 它也會一起較勁 有材質 你有拆UV有上材質 有上貼圖也會一起較勁 這邊就不用管它 然後你的模型會動 所以Animation Shape要勾起來 再來呢 它的同步 的時間 是跟Particle Edge 就是 分子發射以後 才開始播動畫 這樣才不會每一顆分子 一出來 到後面的分子 一出來翅膀就展好 好 那現在就好了 得到 這樣的一個呈現 好 那 然後它還是有方向 我這個時候 飛彈就一定要跟隨 Speed Space Follow 好 然後看看是哪個軸向 不是這個軸向 然後不同的物件 會有不同的控制軸 我現在做的這個物件 是這個角度 好 那現在發射出來 就這個樣子 Position我也想改一下 我需要找個東西 當作發射體 好 我想找個東西當作發射體 至少看起來像個物件 不要很詭異的從一個奇怪的地方去生成 好 OK 不管是球還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要從 它的表面的某些點發射的話 就要去控制 它的次物件 所以我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我發射的時候要從物件上發射 Position Object 自換 好 那我要從哪裡發射 這顆球 球上面發射 現在是從球的表面發射 好 球的表面發射 這裡又跟 Peer Rate很像了 因為 你也可以選擇 你要選的點發射 表面發射 Pivot的發射 所有的點發射 好 還是亂數的點發射 都可以 好 那 當然它底下就有在更多的 控制參數 好 所以我現在呢 發射是從球上發射 好 那只是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一些方向很詭異 從球上發射 那為什麼會有一些 從不奇怪的角度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告訴它 Speed 飛行的方式 我現在飛的方式還是亂數 飛的方式還是亂數 好 那 如果你使用Position Object Speed就要換成 Speed by Surface 法向線方向發射 一樣在Peak 好 那預設呢 就會從它的 Surface Normal 法向線發射出 好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某一個東西幫 射出一大堆飛彈 射的有點多 我們再減少一點 30顆就好 0到30 一共發射30顆 所以就是每個Program 發射一顆 好 OK 那這顆飛彈當然就可以隱藏 開Selection 因為我們只要看這邊了 好 那發射以後還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有 就是 我這HTest先不要管 因為 等一下要執行什麼事情 可能 也許HTest就爆炸也沒關係 所以現在有什麼 有 發射30顆 有從這個物件表面發射 但我現在還沒有選次物件 所以如果你希望 只有局部部分會發射 那你就幫他加一個 MeshSelect PartySelect 就可以了 好 加個PartySelect 然後我們就可以自己選幾個點 例如 只有上面這裡 只有上面這邊 選起來 再選少一點 這樣 只有上面這邊 或者只有中間 這一圈的點 就只選這些點 關掉次物件 Persetion Object 這邊呢 就去選說 我希望從 選取的點發射 那這樣就只會從這一圈出來 好 就會變成只從這一圈出來 那如果你要變成只從砲塔的某個地方 你就選兩個點 就只會從那兩個點 對外發射 好我現在選一圈 好 Speed在Service這邊呢 那一樣速度在這邊做設定 速度的變速 所以暫時不動它 好 那發射的時候 是完全垂直以法向線 還是有偏離角 這個是 發射的時候跟法向線 可以有一個偏離的角度 那我現在希望是垂直 就固定住 就不動它了 好 那飛的時候跟隨 飛行方向 所以我自己 因為是自己做的物件 所以跟參數跟剛剛不一樣 好 好 那再來呢 我希望它執行什麼事情呢 我希望它在飛的過程中會飄 會亂 就是會有方向 會轉 不過現在是我只是要亂轉 亂轉這件事 我就是給它封 還記得我們之前 在pearray給它封的時候 那個分子就會老流 所以呢 這邊我可以給它 force 力量 好 你飛的旋轉還是要給它自旋 spin 我現在給它force 力量 力量它要吃什麼 要吃spacewap 找到封 那就隨便找個地方做 做個球型的 力量是0 frequency 0.75 然後size 0.013 add spacewap 好 那現在分子出去呢 速度太快 所以那個力場的作用力不夠強 speed的降低一點 會比較明顯 好 那分子一下就消失了 因為它還在被這個tage test的執行先關掉 好 那些飛彈有在亂轉 在找它的 也沒有在找 它現在是亂轉而已 好 它現在只是亂轉 OK 那 可是這樣也還不夠好玩 我們當然是希望它 你可以設定成這樣子 就是ag test之後就進行 被停就爆掉 直接 這個打斷 選起來delete 這個打斷 然後這個接到這裡來 好 就是25以後 到執行這個項目 那就會變成 飛著飛著飛著 變這個 這邊沒有看 好 蹦蹦蹦 好 就像放煙火了 只不過 然後 這個時間可以拉後面一點點 好 可以飛帶飛出去 飛著飛著飛著 蹦蹦蹦蹦蹦 就像 這就會比較像是 那個 重天炮 的那種設計 就炸開 OK 其實炸開的那一些分子 你也可以讓它炸開的時候會擾動 當然如果你做的 動畫夠複雜的話 我們其實那些炸開的東西 也要加上風力給它擾動 那我現在只有在 這邊呢 做這個處理 0.0 1 1 改一下 然後擾流的強度再強一點點 太強了 變動的速度快一點 好 那 現在其實很難 很簡單 我沒有加什麼東西 我加了一個風力去吹它 讓這個 你不要管那個分子是長一個飛帶一樣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點 它有一個點在空間中會 會彎來彎去 然後彎來彎去的時候 因為 它的rotation是speed follow 所以飛帶還是會追隨著飛行的方向 轉動 好 那我希望它從一個物件上發射出來 所以我選擇 好 Position Object 從這裡發射 那我還選了這個上面的點 好 那這一個呢 讓它從選取點上發射 然後Speed 當然要改成 因為我從物件上發射 就要對應到Speed by Surface 那 才可以控制從法向線發射 記得都要Peak物件 還有呢 如果你這個物件會變形 會變形 這個就要打勾 好 這個就要打勾 因為 是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事實上甚至於還可以做到 你這物件上的材質是有顏色 比方說有黑到 就是有黑到白 那黑到白會控制速度 會接去控制發射的速度 也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好 rotation呢 這個Speed Follow沒有問題 Torce進去沒有問題 這裡有一個要注意的是這個 它的立場的作用強度是1000 1000% 好 所以 有的時候不是調 不一定要調這個Tuberance的強度 你只要降這個就可以 那個 作用力就會改變 好 作用力就會改變 你也可以改這個部分 好 然後我一樣還是維持前一個作用 那HTest 75以後送出去 做Spun爆掉 75以後送出去做Spun爆掉 然後這邊我都沒有動它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好 回出去一段時間以後全部炸掉 OK 那這個正負多少 可能可以在 正負5太接近了 所以你可能可以設定成在 比方說90 欸不是90 85 然後正負15 也就是說100的時候還有一顆 好 正負15去炸 然後這個Speed也許可以再高一點點 Spun的數量再多一點點 好 會更多一點 然後Display這邊不動 如果飛太遠了 欸 什麼時候被我打斷 拉遠一點 好 那就會看到是這個結果 Delete的時間你也許可以再拉長一點點 它就會再活久一點點 好 我想要讓它再更早爆炸 更早爆炸就這個再往前拉 這個往後退一點 這樣更早 一開始就會有東西更炸 好 那當然有一些要到很後面才會炸開 因為82正負35太 太多了 50正負35 好 那這是目前得到的 還可以再加 我們其實是目前加的東西還不算太多 Spun還有一個作用 我們現在已經用過的Spun 我目前把它當作爆炸 就是 Spun一次 Spun一次 然後就執行 44顆分子的這個操作 Spun還可以用的 另一個用途呢 是跟在這裡 一樣再跟下去 反正你不要管它 是不是有HTest 沒HTest 反正它一路直行過來 被濾掉就濾掉 好 放上放下沒有影響 所以你要放這裡一樣 放下面也一樣 沒差 這一個呢 我又需要一個Shape Shape Facing 接給它 這一個呢 就是會跟在我們現在的分子後面發射 然後我要發射成 Shape Facing 不過目前沒有攝影機 算了 還是先用Shape 或者 先刪掉 我先取快速就好 所以我讓它發射Circle 這一個Spun會發射Circle 但它Spun什麼 它跟隨著 Travel Distance 就是 位移 發射 好 每分子每移動一下就發射一顆 每移動一下發射一顆 好 注意一下現在用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做法 就是我要做飛彈的尾焉 這樣子 它現在每個分子後面都有一個 一坨分子跟出去 為什麼就跟出去 因為 速度它是用百分之百跟隨 你如果給零 就會這樣出去 好 這樣子出去 給零就會這樣出去 那我要一點分離角 給一點點速度 那就會變成這樣一坨煙出去 就會變成一坨煙出去 好 那 那但是又有缺點 它會一直延長的好長好長好長 所以當然又有Delete的問題 Delete再進來這邊接著 Particle Edge分子生成之後的 20個Frame 正負3 消失 好 那我就得到這個了 好 所以組成的邏輯 所有的東西 一個東西只做一件事 好 一個東西只做一件事 我要發射飛彈在前面這一邊 好 那 飛彈的飛行方向 要跟那個飛彈的方向 朝向的方向跟飛 飛的方向一致 Rotation 它要有一個亂飛的參數 Force 立場 好 那 然後 我希望它後面 應該說 飛到一段一定時間以後 就炸掉 那就直接給Edge Test 然後就再去Spawn Spawn就一次 升列幾顆 這個是很單純的部分 那我又希望飛彈後面再跟一組火焰 所以就自己給一個Spawn給自己 但是呢 這個Spawn是跟隨著飛行的距離而變 前面參數都不要動 因為這個動下去 尤其是一開始剛做完 這邊設定還沒射完 不要動 因為你這個一按下去 就是 每一個Frame發射兩顆 分子密度會Double 就未來有需求才加上去 那記得Delete一定要先加上去以後 再去改後面的參數 不然很容易就卡在那邊 尤其是這個沒加 然後你把動畫拉很後面 那個分子會拉很長的時候 就很麻煩了 那分子你是要一條 還是有分擴散 一條的話這個速度就是0 一條有時候也有用 一條有時候也有用 因為 也有的時候我們是用這種方式 做發射也很好看 好 那稍微有一點點速度 的話呢 它就會跟上 得到一點點速度跟上 然後 給它擴散角 如果你沒給擴散角還是一條 給它擴散角 它就會分開 擴散角越大分的越遠 OK OK 那這樣子就會得到 類似 充電砲的 呈現效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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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